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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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了 你能注意腳下 走 小叉祖宗 真的不在家 我的話呢 小叉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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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你别吓我啊 不會吧 這我這是 不可能啊 我知道了 肯定是被我嚇暈了 小叉祖宗 你在這兒等我啊 我去幫你把魂叫回來 等著我啊 掃心點 快 這個呆子 我小叉祖宗 可不是被嚇大的 不過 看起來 你還挺關心我的 好吧 算你通過考驗 原諒你了 這麼快就回來了 想偷襲我 沒門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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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們現在怎麼辦 看樣子報人事在裡邊 做了它 做了它 怎麼做啊 廢話 你手裡拿的是紙啊 老大 你也知道 咱們平時就是看家護院 誰也沒上 廢話 难不成让我去 还有你 都到这儿了 还举个火把干嘛 想让人发现是不是 你们这几个 真是一帮废物 等一下 火把给我 火把给我 我一把火把 烧了这个茶园 神不知鬼不觉 还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我家真是狗 你看 小茶畜经 小茶畜经 回来吧 小茶畜经 回来吧 小茶畜经 回来吧 小茶畜经 这是她画的 是啊 真好看 还有一幅更美的 才不是呢 我觉得你这幅才漂亮 怎么 你见过另外一幅 啊 好像 好像上次 在她的画摊 上见过 那你知不知道 那幅画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 能跑到哪里去呢 哎 对了 明天就是中秋节 我们去平湖赏月吧 现在恐怕不行吧 万一被你爹发现了 其实我这样跟你说呢 我和豹人 打算回龙井山了 为什么 是因为 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吗 不是不是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我爹说 他们已经不找我了 所以我先和豹人 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豹人 也是这么想的吗 对啊 他是这么想的 所以 他今天晚上回龙井山看看 那儿是不是安全 清清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说呀 咱们都这么好了 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啊 哎呀 有什么话你就说呀 我最讨厌别人说话说一半了 快说快说 其实 豹人和我们不一样 我知道他和我们不一样 不过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龙井山回不去的话 那我们就去浪青天涯 天大地大 还没我们容身的地方吗 你说对不对 清清 有些事情 你可能还不知道 他身上有很重的担子 有些事情 是他必须去完成的 嗯 我都已经告诉他了 等我们成亲以后 有什么事情 我陪他一起去完成 也许那些地方很危险 不适合你去呢 如果真的很危险的话 那我也不让他去 反正天塌下来 还有过高的顶着 为什么让他去啊 他不就一个书生而已嘛 好 豹人 你 你这怎么了 茶园被人烧了 烧了 什么人干的 是我爹 清清清 让他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哭出来能好受一点 对了 关于八百年后的事情 你是不是还没有跟他说 怎么了 他 他知道了 没有 那你还打算回去吗 能走的时候 我是一定要走的 我还欠清儿一个承诺 如果你不能给一个女人未来 千万不要对她许下任何承诺 有时候男人一句承诺 会让女人付出一生的代价 这个我懂 明天我们一起去平湖赏月吧 这个时候啊 清清说想去的 我也想去 这 中秋是个团圆的日子 我已经很多年 没过过中秋节了 难得现在大家能团聚在一起 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机会 好吧 我们去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你和清清最好乔装打扮一下 好 好 对不起啊 小茶祖宗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快坐下 没事吧 认识你真倒霉 我本来就是灾星入室 连累你们大家了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绝对没有认为你是灾星 女人啊 就是沾不得 沾了 做什么都不顺 我说她什么时候能哭够啊 她再这么哭下去 我头都大了 你以为我听了好受啊 那你倒是劝劝她去啊 我会找个机会 跟清清解释清楚 再这么拖下去 迟早会害了她 那你跟她说了不会伤害她吗 长痛不如短痛吧 感情的事还真是麻烦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 你怎么了 今天我看到茅草屋被烧 我还以为你死了 你知不知道那一刻我有多内疚 你要是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我 说什么呢 我是妖精 才不会被他们害呢 是啊 你是有法力的 好歹能保护自己 可是他们不一样啊 清清双双还有中枢 他们都是凡人 原本他们应该过太平的生活 现在因为我 却卷进了这些麻烦里 我真怕 真怕万一有一天我走了 他们可怎么办呢 他们可怎么办呢 还有我啊 你 我小茶总统就是你的朋友 所以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朋友有奈 我小茶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的 谢谢你 可惜什么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清清姑娘好像能听到我说话 这怎么可能 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信 可是那天我在她房间里 不小心发了牢骚 她竟然听到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反而会安心一些 万一以后我不在了 他们有什么危险 你还可以告诉他们 她好像不哭了 我们也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去赏月呢 你真的答应他们去赏月啊 明天是中秋 是全家团圆的日子 那你不怕有危险呢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再说了 自从他们认识了我 就整天提心吊胆 我想让他们开心一点 那把我也带去吧 你呀 人多的地方还是不要去了 免得折了道行 你放心 你是个妖精 以后能过中秋节的日子 多着呢 那我还有机会跟你一起去 看月亮吗 肯定有机会啊 就算我回到了八百年后 我们也能在一起啊 你还记不记得 你看到过的那两个老头 一个白胡子的 还有一个要饭的 那个白胡子的 就是八百年后的你 我就长那样啊 好了 睡吧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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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闹了半天 你小时候就长那样啊 好了好了 别看了别看了 哎呀 明天就是中秋了 小青就要去救白蛇了 可那傻小子还要去看月亮 你 你想想办法呀 我想什么办法呀 印曹地府我去了 八百年前我也陪你看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你不是神仙吗 神仙不是什么都能管的呀 再说了神仙和神仙还不一样呢 一切皆是天意 那 那你告诉我 天意到底是什么 天际不可泄露 那我不管 你说什么要想办法 把我孙子带回来 我说了我没办法呀 那我不管 你就要带回来 我没办法我怎么带 你我不管 你怎么带回来 不可领域 带不回来就是带不回来 姐姐 明天就是中秋了 小青一定会来救你的 小青 静平找回来了吗 没有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 万万不可 静平不在 你这样做无意是一乱基石 姐姐 你放心 没有静平我一样可以做到 等过了明天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们回到我们的山林去 忘却人间的烦恼 去过我们逍遥自在的生活 小青 别骗自己了 你真的放得下暴人吗 我 我要受的难 是我该有的结束 不要再为了我折磨自己了 静平 放下我 放下静平 去找暴人吧 去找寻真正属于你的幸福 不 没有姐姐 就没有小青的今天 我绝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幸福 留下姐姐不管 小青 小青 不对 哪有偏偏公子这样抿嘴而笑的 这样就更不对了 一个大男人一笑就用手眼鼻子 那岂不是比戏子更拿强拿掉 我们俩花那么长时间弄好这些扮相 你都不说表扬一下 到埋怨我们来了 我没有埋怨 我只是告诉你们什么是偏偏君子 既不能太含蓄呢 也不能太痴产 像这样瞪着姑娘两眼发直 那就不是君子了 这叫登徒子 你们看那边我们去那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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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 真的没事 不要太敏感 今天是人月两团圆的日子 让我们好好过节 这么多灯啊 好漂亮啊 你们看 你看这张 好亮啊 真美 好亮啊 好亮啊 好明灯哎 你们看那儿 又大又亮 好漂亮啊 太美了 好大啊 还有那边 我要去看那个 好美啊 清清 清清 你们快来啊 清清 你别乱跑啊 我要去看那个灯啊 那边人多很容易走散的 万一走丢了怎么办啊 你放心好了 这里是钱塘郡 我比你熟多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那你小心点啊 知道了 没错 小东殿啊 这个是你 很快的 大东殿啊 很快乐啊 好وم河 光臣啊 光臣啊 这些都好看啊 在想什么 好美啊 就不意了 没什么 昨天还吵着要来看月亮 今天却坐在这西湖的旁边 发呆 是啊 今天的月亮真亮 你笑什么 这句话 你今天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我有吗 我觉得你有心事 什么是让你这么魂不守舍的 没什么 只是想起一些陈年旧事罢了 轻轻呢 她说她去那边看孔明灯 如果 你先说吧 没什么 我只是想问 如果你回到八百年后 还会再回来吗 应该不会了 我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 我每天都能看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真的 那一定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因为你还能看到你想要看到的 是啊 我可以每天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你呢 那你呢 刚才要问我什么 我 怎么啦 怎么了 没什么 钟叔怎么还没回来 他跑哪儿去了 报人 走 我们去找青青 给你的 谢谢 你干嘛去了 这么长时间 你怎么了 看起来这么紧张 我也不知道 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你呀 你这就是 岂人忧天 青青他爹要是想要抓他回去的话 早就抓了 何必非要等到今天 再说了 在这儿闹事儿 动静未免也太大了点 他们毕竟是 潜塘郡的大户 面子还是要的 说的也是 可能是我多虑了 我真的希望今天能够平安度过 让他们可以开开心心地过个节 然后 我就得离开了 回去 你要去哪儿 找到话 然后回家 那 那他们俩呢 你不给他们俩一个交代吗 我会跟青青解释清楚 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 那双二呢 嘘 他一定是在想他爹娘了 每年的中秋节 他都会来这儿 给他爹娘放灯 你很了解他 我只是比别人 更了解他的落寞罢了 是吗 好了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自己 怎么啦 怎么了 不好了 你赶快带着双双离开 我去找青青 记住 千万别回平和楼 快走 走 快 快走 报人 报人 青青 青青 报人 青青 我跟你说啊 你千万别去那边啊 那边有很多衙门的人 他们又来抓你啊 你快离开这儿 我不走 回家去 现在只有你爹能保护你 我不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赶紧找中枢 他们还要抓双双 你告诉他一定要保护好双双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清楚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 快 报人 我不走 报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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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小心个报人 小心 后面 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 别打了 救命啊 快来人呐 放开 干嘛抓我啊 你给我抓错人了 帮人 放开我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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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报人一定出事了 你先别激动 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一定很危险 我要回去 双双 你回去也帮不了他 既然他让我带你走 一定有他的理由 不行 我要回去 你回去只会添乱 静瓶 静瓶 报人需要静瓶 有了静瓶 他才可能平安 双双双双双双 你们快放了他 欺负一个弱女子 算什么本事 放了他 报人 你贪赃王法 还不赶快束手就擒 我犯了什么罪 凭什么抓我 罪孽深重 离当问斩 再不束手就擒 杀无赦 看来你们今天是非抓我不可 若是你乖乖束手就擒 朝廷定会给你个公平的审礼 罪名报人 假扮道士绑架梁家妇女 奉上将观察使孟大人之命 将其押戒归案 择日开庭神礼 没有没有 他们真的没有绑架我 真的没有 你们别听我爹的片变之词 我是自愿跟他在一起的 他们真的没有绑架我 把这两人统统带回去 走 到人 走 你们 ming 定捉了 偷 Alto 能不能 碍 那 视��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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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 怕是青青也被一起带走了 一定是钱外才干的 钱家纵然财他气粗 可是我想 他们的家丁也没有胆子 在热闹的集市上作威作福 尤其还要动刀动枪 这可不是寻常百姓敢去做的 你的意思是说 这是官府干的 不会啊 这些日子我爹为了朝廷的事情 烦得自己都顾不过来 根本没有时间过问我的事 现在前堂的主事 已经不是太收服了 所以你爹才会整天忧心忡忡 上将观察使梦浪 可他为什么要抓爆人啊 庄叔 你还是早点回府吧 尽量打听出 他们被关在了哪里 那我先送你回去 我还不可以回去 为什么 你忘了爆人的话 那你要去哪儿 这你就别管了 我自然有可以去的地方 双儿 你别把什么事情 都放在自己的心里边 你这么做我会很担心的 青青若是真的被梦浪抓走 我自是要去跟他爹做个交代 你要去见钱外才 他是 青青是他最疼爱的女儿 如果青青出事 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可是青青 如果只是个银子 那我更要去会会他了 好歹要知道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双儿 你要小心 钱老爷 孟大人特别交代 让我们把钱小姐 给你安全送回来 小的这就告辞了 你这也叫安全送回 你们五话大网不说 还往我女儿嘴里边塞东西 你把我女儿当成什么了 钱老爷 钱小姐一路上情绪激动 我们如此对待 也实属被逼无奈 实属无奈 实属无奈就该随便绑人啊 老爷 孟小气 你也看到了 青青这么激动 以他的脾气 他又是不绑着 还不知道做出什么来呢 这不是总算回来了吗 你看 人家办案也不容易 你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是不是 这位大爷 这是我们家老爷 招呼各位官爷的 这怎么好意思啊 官爷别客气 我们家老爷跟你们家孟大人 可是至交好友 那就谢谢钱老爷 谢谢钱夫人了 钱老爷 小人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话不妨直说 钱小姐到现在 还蒙在鼓里 虽然人已经给您送回来了 但是如果钱小姐 现在就知道了真相 恐怕 这是我们的家事 我自有主张 钱老爷 您心疼女人的心情 我们固然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现在 就把钱小姐放开 那你的意思是 还把她继续绑着不长 钱老爷 忍一时风平浪静 不出几天 等报人认了罪 砍了脑袋 一切都尘埃落定以后 我想钱小姐 也就不得不接受 这个现实了 我自有主意 钱老爷 刚才那些话 是孟大人特地 管着我跟你说的 所以还请您三思啊 钱老爷 夫人 那小的就告辞了 来人 送客 是 是 跟我官人慢走啊 不远送了啊 早知道如此 还不如不帮孟浪的忙呢 到头来 还是我们清清在这受苦 我去看看 你可不能去啊 我知道 你心疼清清 现在这副样子 可你想过没有 如果清清知道了 是你跟孟浪 合起伙来 把报人置于死地的话 难道清清不恨你吗 可是我们家清清 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多的苦啊 而且身上还有伤 我去看看他吧 老爷 老爷 虽然清清不是我亲生的 可是我也是看着清清 从小长大的 我看他这副样子 我也心疼啊 这不是迫不得已吗 我想啊 这一时的伤痛 期间一定会熬过去的 因为只有这样 咱们清清 才能过上好日子 你说是不是啊 让我再静静地想一想吧 让我再静静地想一想吧 早点休息啊 放我出去 这是在哪里呀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为什么要抓报人啊 他是冤枉的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为什么要抓我呀 快放我出去 众叔 众叔 娘 你是刚回来呢 还是要走啊 娘 您说笑了 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 您的房里的灯还亮着呢 那这么早起来 要去哪儿啊 跟几个好朋友 约着见个面 什么朋友啊 以前私塾的同窗 就他们 我看这个时候啊 他们刚从那些 花街柳巷里走出来吧 娘 孩儿先告辞了 站住 我 我去给爹请安 你爹不在 不用去了 什么 昨天后半夜 你爹被上江观察室大人 叫去亲自办案了 孟浪 他凭什么让我爹亲自去办案 同朝为官 虽说只为平级 可孟大人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皇上派到地方来的 专职官员 所以你爹 总觉得底气 虚一些 娘 我爹这么早去 办的是什么案子啊 这次的事情很麻烦 我真是希望我们家 能够置身事外 可是 娘 您别支支吾吾的 您哪个要说什么啊 我爹到底去办的什么案子啊 忠叔啊 你爹现在在平和楼 平和楼 孟浪让你爹去抓 尹双双归案 我想此刻 平和楼 可能被封了 证叔 报告大人 平和楼里里外外 都已仔细搜查过了 没有发现尹双双和他的丫鬟 而且尹双双的贴身衣物 已经被收拾已空 我看他们现在已经潜逃了 跑了 那我们下面 不急 我们急什么 我们的人物 是把平和楼给封了 既然来了 就参观一下 好字 好字啊 小小年纪 又是女流之辈 竟有如此清雅各调 难得 难得 难得呀 我以前 总是想不通 忠叔怎么会流连于烟花之地 不堪不知 不知不解 看来我以前是太过武断了 只见其物便可知 这该是个多么冰雪聪明 风华绝代的姑娘啊 能得到大人这番夸奖 可见尹姑娘前堂第一齐女子的雅号 并非是浪得虚名啊 自古红颜多薄命啊 一切都是命啊 好了 大家赶快把这件事给办了吧 然后大家也就早点歇了 是 大人 好 走吧 走 看来要出大事了 颜太首亲自来封了这平和楼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案子了 对啊 是大事了 活该 这就应了那句红颜祸水 这尹双双靠着那张红美的脸蛋 勾搭了多少男人哪 这就是他的下场 红颜祸水多薄命 这就是那句古话 最好的印证 住手 来 众叔 你冷静点 这不能封 爹 这衙门一天都没有断案 这平和楼就不能封啊 对啊 对啊 这不能封啊 他啊 你这不是为难爹吗 爹这也是被迫的 爹 若要定他人的罪的话 也要给全老百姓一个交代啊 是啊 是啊 这道理 交代嘛 说得好 若他人真的犯了事的话 查明真相之后再决定如何处罚也不迟啊 对啊 再说了 这平和楼本来就是任尹姑娘自己的宅子 人家既没拜楼又没拜地 凭什么疯人家 你一定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爹的军马 爹 你是我们全前堂老百姓的父母官 什么时候变成了任人摆布的棋子了 这尹姑娘到现在连个明确的罪名都没有 这能鲁莽之事 怎能是你堂堂太守所做呢 赐步 儿子 我们骗上到海了 有这� seeking 非常多疯的 为了 怎么这么多疼 also 您赐替自己 offered 会想要一下 爹 难道说一切美好的事情 一定要等到失去的时候 才懊恼没有珍惜过吗 你这是做什么 赶紧起来 爹 这不是一个 儿子对父亲的请求 更是全前堂老百姓 对您的期望啊 爹 我们需要的 是一个能为老百姓 做实事的父母官啊 就是啊 爹 爹 来人 把匾鹅复位 把封条拆了 带到这个案子 审理结束以后 再做判罚 爹 这好吗 这是 这是 对 一双双已经不在里面了 他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所以 你还是去找找看吧 爹 撤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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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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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你到底怎么可以拿给你吃 你醒了 你醒了 我病了吗 是啊 昨天晚上你突然发烧 一宿都没退呀 昨天晚上 欣欣 报人哪 我要去找报人 我要去找报人 欣欣 你听爸爸说 你好好休息呢 爹 报人被他们抓走了 快去救他呀 爹